德仁琴书役样样通 当中特别喜爱音乐 曾远赴牛津大学留学 曾钻研历史和水资源问题 1993年德仁结婚 黄氏加索压得牙字飞喘不过气 德仁罕见霸气护气 展现暖男的形象 其实也与儿时背景有关 德仁将是日本皇室史上 地位由父母带大的天皇 美智子皇后坚持自己带孩子 身为长子德仁出身 就注定是未来天皇 从小学习帝王学 儿时沉默寡言 但有人透露他相当体贴人心 新天皇的未来形象 也让人好奇 过去天皇在日本人心中 是神的化身 但他的父亲名人开力典范 主动降低坐车的高度 视线与民同在 到各地视察 夜搭新干线或巴士 积极走入民间 如今他的儿子德仁 将接棒成为新天皇 5月1号上午 正式即位 台湾时间上午9点半 将接受象征皇位 继承的三大神器 当中包括了草剔剑 八尺穷玉 以及八指径 紧接着朝鲜仪式登场 新天皇登基 正式进入令和时代 而令和的英文 Beautiful Harmony 美与美与美丽和谐 似乎也预告新时代走向 还有新天皇的风格 记者宋和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